位于湖口的天主教仁慈医院 最近特别提前庆祝重阳节 结合院内医疗人才举办敬老活动 现场帮爷爷奶奶们按摩 更教导长辈们如何按摩手部穴道 让他们平时也能自己照顾自己 我们跟老人们聚在一起 为了庆祝这一重阳节呢 院幕部特别举办的这样的一个 久久敬重阳温馨按摩琴 要说富游也代表了 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祝福 所以呢我们就特别 有这样为老人们按摩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帮他按摩的时候 也将天主的祝福带给他们 那借着这个重阳节 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老人们 能够更幸福 当然就是活得越老 越幸福越快乐 仁慈医院相当特别的事 长期有修女担任关怀员 陪伴患者聆听心事 给病人相当大的心灵慰戒 这次重阳期活动 兄女们也不学习 一起来为长辈们加油打气 最早期医学方面很发达 对不对 现在我们又回到古老的方式 以前用脚底按摩 去河边踩石头嘛 因为我觉得这个物理治疗 其实跟医学配合是很好 物理治疗可以帮助诊断 主要是说按了以后 他们心情也会比较放松 所以主要是放松 心情放松 他的病就会比较 比较帮助他们很多 医院不仅治愈病人的身体 更期望能照顾每个人 心灵上的健康 透过重样活动 也让来到医院的长辈们 相当的开心 感受到来自医疗人员的温暖 凯阜新竹陈瑞宏 陈瑞宏报道